用心跟不用心很重要 你要修到完全 专心一致 自心流露 非常不容易 像修行好了 我舉一個例子 用心跟不用心 好像我們現在這個 念佛很方便 你嘴巴念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很好 你用心念了嗎? 用心 剛才我那兩句是用心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我是用心念 用心一個字一個字 經過我自己的耳朵聽進去 印在心上 我用心念 這個念佛是有效的 很多人家裡 放了一張唱片 他念得很好 這個四日佛 六日佛 他都念得很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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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念得很好 聽得很舒服 精神很放鬆 聽久了 你不用心 你沒有心 覺得有聽跟沒有聽都差不多了 聽進去就是有用心 唱片在那裡放 你人在吃飯 你不用心在那個唱片上 那一張唱片阿 念了幾百聲的佛 幾萬聲的佛 都是沒有心的 都是沒有心的 我們人念佛阿 用自己的心念 會產生心力 心的力量會產生出來 你唱片放在那裡唱 念那幾千聲幾萬聲阿 沒有用的 那個不算功德 所以你說 唉 唉 你今天有沒有做功課 有阿 我有念佛阿 你怎麼念的 我放一張唱片 他從早上念到晚上 阿 這個都是 那麼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是沒有功德的 沒有心力 沒有功德的 所以有放了心力進去阿 你去念佛念經就有功德 你沒有放心力進去阿 那是沒有功德 沒有沒有力量阿 沒有法力可以產生出來 今天假如是說這個 阿 只要有聲音阿 不用心力去念佛的話 我買一張唱片每天放 我就是在修行阿 大家這樣一想 就可以通了 另外阿 有些人講阿 阿 這個阿彌陀經阿 有很大的功德阿 金剛經有很大的功德 這個波葉經有很大的功德 波葉波羅蜜多心經有很大的功德 高王經有很大的功德 華元經有很大的功德 靈延經有很大的功德 你通通去買回來 買回來這些佛教阿 大藏經阿 全部買回來就放在書櫥 放走 看看他有什麼功德 每天去看他功德出來沒有 不會有功德的 不會有功德的 你不要以為你買一部大藏經 放在你的書櫥阿 就會有功德 有法力阿 靈延經有法力阿 靈延經有法力阿 法延經有法力阿 波葉經有法力阿 波葉經有法力阿 大支度論有法力阿 大支度論有法力阿 高王經有法力阿 你叫做法力阿 就給他放在書櫥 每天去看他 什麼什麼法力顯現出來 沒有的 以利平等 通通沒有 沒有法力 有法力阿 是你用心去唸 用心去唸 才有法力 有法力阿 那個經典阿